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们 请我们合掌 以恭敬的心 我们大家一起删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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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向佛设向行一问训 好 大家晚上吉祥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 刚才Sister Wighting介绍了 如何找到学佛信心的钥匙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正式内容之前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什么是信心 信心对我们来讲 我们每一天都要对生活 我们都抱有一定的信心 就是说面对一些日常的生活 我们认为我们有信心的东西 我们就做得会特别好 如果我们对某一些东西 没有很大的信心 那么我们做出来的效果 也不是很好 对不对 然后信心它不是永远都会保持 在一个不好的状态 或者是在一个好的状态 就好像刚才Sister Wighting有跟我们解释说 在顺境的时候 你的信心通常都会横满 就是最高点的 然后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 本来你做同样的东西 你有的那种信心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OK 所以呢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课题呢 其实是来自这个圣言法师的 这个正信佛教 这本书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这本书其实讲了很多 关于一些我们佛教徒 通常会在生活上迷失的学佛的方向 然后通常会相信一些 不是很正确的知识 使到我们在学佛的道路上的信心 就会偶尔会 当我们遇到逆境 尤其是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要更有那种求法的诚心的时候 有时候你接收到一些不对的信息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信心 从以前我们建立到现在的学佛信心 可能会在那一刹那就完全消失了 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人也是经历过 包括我本身自己 包括现在我跟很多同修一起 偶尔在讨论一些课题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会碰到一些比较普遍的问题 比如说很多人会问我 你晚上有念经的吗 我说有啊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 晚上是不可以念经的 然后我就听他的解释 然后从他的解释 我又跟他讨论一下 到底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解说 然后这个资讯 他是从那里接受到的 然后在我们的讨论之中 我就以我们很普遍的一些佛教徒应该做的活动 每一天应该做的活动 就跟他分享 然后从我们的讨论中得到的一个结论 其实晚上是可以念经的 OK 等一下我们会深入的去讲一下 到底晚上我们可以念经吗 可以念什么经 OK 所以信心对我们来讲 我们从顺境或者是逆境时 都要对我们所做的东西 产生一定的正能量 就是说不要同一个东西 在做的时候 遇到不好的时候 就去找其他的理由 来解说说 以前你所做的东西是不对 如果你的基础打得很好的话 那么所遇到的困难 从你的基础那边的一些知识 再去重新检讨的话 肯定不是因为那个东西是错了 可能是一些因缘 使到这个东西暂时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能发挥的 如果以这个词典里边所解释的信心 他有四个解释 第一个是诚信 第二个是前程信仰宗教之心 然后第三个是随心任意 第四个是相信自己的愿望 或预料一定能够实现的心理 你看从这个词 就是说我们从字典找出的意思 他其中一个有讲到的 就是前程信仰宗教的之心 所以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这个学佛的信心钥匙 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的那个词典 他也是跟他有一个很深入的 就是他也是有讲到说 学佛一定要有一定的信心 OK 好 那今天我们讲方法 要如何找到那个学佛信心的方法呢 首先最主要又是最基本 看起来又很简单的 就是注册成为正式的佛教徒 我们很多佛教徒通常都没有经过这个仪式 人家问我们啊 你是你是佛教徒吗 通常我们华人呢 都会是称自己是佛教徒 然后以前我很小 我也是称为我是佛教徒 可是我都之前 我还是没有正式皈依 就是说注册成为佛教徒 可是我还是跟人家说我是佛教徒 他的分别是在哪儿呢 分别就是说 你还没有注册成为佛教徒之前呢 当你是世俗的拜拜啊 就好像我们佛教徒有做的那个礼拜习惯 我们也称我们是佛教徒 其实那个可能是比较广泛称为道教 可是当你正式注册成为佛教徒之后啊 你的那种 你经过这个佛教仪式 这个注 就是说皈依啦 这个仪式其实叫做皈依 你经过这个皈依仪式过后啊 他从那个阶段他有一个形式 在我们皈依的那个典礼里边啊 他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呢就是他会有一个忏悔的仪式 忏悔就是说 我们把以前我们所做不对的东西啊 然后我们告诉我们自己说哦 我已经知道我错了 比如说我们通常都会不小心杀害一些动物 就是犯了那个杀戒嘛 偶尔不小心拿了别人的东西 没有告诉人家 那个是偷到买 或者是呃 刻意的去说一些谎话要达到某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仪式里边啊 他有一个环节叫做忏悔 这个忏悔的过程就给我们去回想一下 我们以前所做的东西 什么是不对的 然后在这个仪式我要承认 然后从这边我要呃修改 哦 然后忏悔过后呢就发愿 发愿这边呢 这个仪式啊 我们通常发愿都是会呃 通过那个法师的带领 叫我们发愿要守好五戒 哦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接受三宝的屁股 然后这时候呢 呃 这个仪式就算完完成了 然后经过这样的简单仪式 大概在一个半小时里面就可以完成 可是他真正的 含义啊 他的 所以这个仪式虽然简单 可是他对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的起点 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哦 然后 这个仪式啊 我们经过这个仪式过后 你就会有 一个法号 哦 呃 我的法号叫会你 所以这个法号呢 就代表说 你是一个佛弟子 通常呃 你的法号跟你的名字会很相似 或者是有时候你的你的名字 也是可以当做你的法号 是看法师啊 在当时是怎样呃 为你取这个法号 哦 所以总的来说呢 注册成为正式的佛教徒 你当你注册正式成为的佛教徒之后啊 每当你去到啊 一些不同宗教的场合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特别的高贵或者是我们特别要跟人家分别我们是佛教徒而其他人不是佛教徒不是的而是说我们去到别人的宗教仪式的时候我们也会尊重别人的呃礼仪是说我们不会参与比如说一些关于他们呃祷告的礼仪我们不会参与可是我们也是会从旁在那边很 尊敬的去关那个礼仪的仪式呃以前呢我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基督教徒然后在我还没有呃注册成为正式佛教徒就是说还没有归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呃参他们去好像我圣诞节的时候啊去唱圣歌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真是归的时候哎我知道说哦原来唱圣歌是啊他们的宗教的一部分的仪式所以呃我就没有参与可是当他们邀请我去好像参与他们宗教一些观摩仪式的时候我还是有参加的OK 好然后接下来呢你有了一个佛教徒的身份之后啊那么你应该相信什么呢我们其实应该相信的只有三样东西那就是叫三宝 三宝就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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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从那边呢 他就有那个方法嘛 那个方法是怎样得到的呢 就是我们去读 不同的经典那边 得到的那个方法 然后他是教我们 如何得到解脱 第三个呢 身就是佛的干部 就是传递佛陀正觉 解脱之法 那么他 这个佛的干部 就是好像佛的agent 我们有什么事情 佛不在了嘛 如果有法师的存在 也是代表说一个agent 给我们去问一些 我们不懂的问题 在我们求佛的道路上 我们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有身人来为我们解答 所以我们注册成为佛教徒过后 我们要信仰的东西 就是佛法身 然后这个佛法身呢 这三样东西啊 他会带领我们得到那个解脱方法 OK 好 那 知道你的身份 然后知道那个法宝过后 那么要怎样使到那个法宝啊 发挥他的功效呢 要使到那个法宝 一定要做一点practice嘛 对吧 一点练习嘛 我们的练习是很简单的 就是叫做定时祷告 祷告这个词语可能对我们佛教徒来说 可能不是很恰当 可是 没有关系 因为我是从圣灵法师这本书 取出这个名词 所以 祷告啊 礼拜啊 对我们来讲呢 都是同样的意义 那 为什么我们要做祷告呢 先解释一下啦 祷告他的后面啊 到底会有 你祷告这个过程 到底他在发生什么事情啊 他的原理是这样的 他让我们感应佛菩萨的大愿力 因为每一个菩萨 每一个佛 他们在成佛成菩萨的这个过程 他们都有发愿啊 好像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的大愿 然后地藏王菩萨有他的发的愿 他要地狱变空 然后要不然他不成佛嘛 然后观世音菩萨也发他的愿 他要 普度众生 他要说有谁有苦难 他一定要帮忙啦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愿力 如果你认为哪一个佛菩萨 跟你的感应力比较接近的话 那你就向他学习 然后你向他学习 你意念他的时候呢 那个感应力就会存在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啊 就是在做一个连接 就是使到佛菩萨的愿力 和祷告者的定力连接起来 好像一个connection 就是说每次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好或者是不好 或者是我们觉得不安的时候 或者是在某个仪式的时候 我们都会念佛号 念佛号的那个过程 如果你很真诚的念 如果你是很紧张的 你会变成很放松 然后如果你要 这个地方进化的时候 我们念那个大悲咒的时候 如果你很虔诚的念 你会感应得到 我们在进化这个环境 OK 然后从这个连接的过程啊 他就会 产生一种强烈的信念 然后超出精神的定力 使到这个连接 你想达到的愿望 就是佛菩萨 一定是要好的东西了 比如说你求佛菩萨 请你帮忙我 有能力去筹一点钱 去帮助这一群灾难者 你如果发这个愿 你很有诚心的发 然后佛菩萨会从旁 或者是从中啦 就会感应到 我们的这个真诚心 他会 他会感化那种善言啊 来帮忙我们 使到我们很顺利的完成 某些任务 OK 所以定时祷告 就是佛教徒要做的东西 然后定时祷告的过程啊 我们应该如何去分配 如何去安排呢 其实有两个 action啊 就是要做早课 跟晚课 OK 早课跟晚课 所以刚才我说了吧 圣言法师 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晚上是可以念经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做早课和晚课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早课跟晚课 为什么要做两次功课呢 因为早课 我们一起床之前 一起床过后啊 早课是在你起床过后 就是说 在你惯喜之后 早餐之前 做的这个功课 每一天我们起来 就是告诉我 提醒我们啦 做早课的时候 我们会做 顶礼三拜 然后我们会念 这些经 我们在还没有 念这些经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 从顶礼三拜开始呢 我们就告诉我们 今天是新的一天开始 我要 跟我自己说 我礼拜我的佛陀 我要跟他说 今天我要向佛陀学习 把今天 佛陀 我们要念的经这边 所念的经的内容 实现在我的生活上 OK 这个就是做早课的原因 它的内容呢 其实你可以送大悲咒 三遍或者是七遍 然后心经一遍 然后接下来 就可以送念 三称摩合波罗 波罗密 然后再念阿弥陀佛 或者是观世音菩萨 身号四十八遍 或者是一百零八遍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念普贤菩萨 十大愿 或四红四愿 然后就三归一 然后过后呢 我们就唱那个回向器 alright 然后之后我们就 顶礼三败 就算完成了 这个整个早课的过程 如果我们跟着做 包括我自己 我也是有做 其实是大概 花我们最多 也是十五分钟 其实是看个人的 念经的那个速度 如果你念经快一点的话 十分钟也是可以完成的 时间的长短 肯定是 对我们来讲 有些人会觉得说 拿不出那个时间 可是 身为我们一个佛教授 要建立我们的信心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承诺 去做这个功课 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功课 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 我们祷告 是跟佛菩萨连接那个愿力 如果我们没有定时去practice 去连接这个愿力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要拿出什么办法 对吗 所以 我会建议大家 尝试 去定一个十分钟 或者是十五分钟 来开始做这个早课 OK 然后 之后呢 当我们 一天工作完毕过后 我们 身为佛教徒 我们会做 多一个功课 就是做晚课 晚课通常 进行的时间呢 会是在下午 或者是晚餐之后 OK 就是说 当你把所有的 一些家里的事情 弄好了 我们就会 空一个时间 也是差不多 十到十分钟 来做这个晚课 晚课呢 首先开始 你可以做一个供养 就是或者是 供养啊 其实不一定要很隆重 最基本的 可以做一个供养水 或者是供香 OK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礼佛 礼佛三拜过后 就开始弄 念阿弥陀经 或者是可以 念忏悔文一遍 也只可以送大悲咒 OK 所以你看啊 这里的建议 给我们很多选择 是看你 时间上的允许的话 那么你就 就念比较长的经 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 那你就选择 比较简单的咒语 或者是一些佛号 都可以的 然后 接下来你也可以 念一遍 心经 往生咒三遍 然后念 阿弥陀佛和观世音 或者是观世音的 菩萨生他 四十八遍 或者是一百零八遍 接下来就念 四红 四红诗愿 普玄 紧 诵 然后三规一 回向 回向季 然后再顶礼 所以你看早课跟晚课的内容 都是差不多 只是稍微的不一样 就是在那个 忏悔 回向季那边不一样 然后跟你晚上会念 深奏 OK 如果你觉得 你比较习惯 早上跟晚上都做 同样的 功课的内容 都是无所谓的 只是说在于你要做 那么为什么我们晚上要做多一次的功课呢 晚上做功课 其实它的定义就是说 我们回想起我们今天 早上我们说我们礼佛过后 我们送那个经 我们跟我们自己讲说 我要向佛菩萨学习 我要实现佛菩萨在那个经典里面 所教我的东西 然后晚课的时候 你再回想看到底啊 你有没有跟你早上所承诺 要做的事情有一一完成 或者是做不好的事情呢 那么我们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 提醒我们自己啊 今天我做不好的事情呢 我就忏悔 然后明天我要做的更好 这个就是做晚课的定义 OK 总结呢 就是说 学佛要找到那个信心的钥匙啊 只有三大象在这边 很简单 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三大象来做 因为三大象里边啊 其实是前两项呢 就是在那个归翼仪式 做一次就够了 然后接下来那个定时做功课 那个是比较重要的 OK 首先总结啦 如果你遇到你的朋友 对学佛没有信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检查 首先我们先要问他们 请问你是否注册成为正式的佛教徒 他说还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跟他分享啦 就好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 我注册前跟注册后的一个改变的过程 OK 然后我们就问他 如果你把这个三样东西牢记在心中 然后你很诚心的去学习这三样东西的话 那么其他的 其他比如说你以前所做的 你觉得不是很对的 那么你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个比较solid的answer 就是说以前可能你礼佛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要烧很多香才显得有诚心 可是如果你信仰香宝过后 你知道说烧香这个过程啊 其实不是一定要要有的那个礼仪 OK 然后之后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定时的祷告 就是做早课和做晚课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做早课跟晚课的习惯 找到我们学佛信心的钥匙 谢谢 阿弥陀佛 无限感恩文向尼居士的佛法分享 文向尼居士啊 他是一位实修的学佛青年 那他的每一堂的分享啊 都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我们 如何将佛法生活化 如何老老实实的实践和运用佛法的智慧 祈愿大家都能珍惜这把掌握学佛信心的钥匙 好好的把它珍藏起来 好好的收藏起来 以着香尼居士分享的定时早晚课的步骤去实行 祝福大家在学佛的路上 持续坚定学佛的道心 学佛欢喜 学佛没有障碍 大莫观世音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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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观世音符萨 连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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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静佛erin